那個151這個範例 範例檔裡面的這個文字與資料函數資料夾的這個 叫151 擷取瓜乎中字串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裡面的話 第一個我們假如說我希望 把這個瓜乎裡面的字串抓到這邊來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你要想 用有沒有內建的函數 所以資料裡面有沒有函數 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那當然我們思考方向可以分成 後面我把它先 理論上比較複雜的問題我會把它拆解 所以呢第一個我會先怎麼樣 先找到那個什麼呢 所以在D欄這邊 也許我們可以分階段做 如果你要抓到瓜乎裡面的東西的話 幾個方法 你第一個用尋找函數 尋找什麼尋找前瓜乎的位置 第二個尋找後瓜乎的位置 再利用什麼呢 之前我們有用過一個函數叫Mid函數 Mid函數 Mid函數呢 這個函數 它可以幫我怎麼樣 去抓到我要的這個中間的資料 那也就是前瓜乎的位置 再加一個字 從這個字開始 再找到中間的東西 其實後瓜乎的位置在剪掉前瓜乎的位置 會多一個前瓜乎的位置就把它剪掉 這樣的話我就可以把這個資料搬到這個B欄裡面來了 但是如果你一次做不出來 我們可以分階段做 首先你第一個要認識一個叫fine函數 OK 插入函數裡面請各位找到文字類裡面有一個叫fine 顧名思義嘛 它就尋找 OK好 剛剛各位沒用過這個 這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會這個函數 以後光要做一些像剛剛這個問題 你根本沒辦法解決 那除了fine之外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文字函數裡面 還有一個函數叫search 其實你會發現fine的search好像感覺是一樣的東西 其實沒錯 都是尋找 不過這兩個函數有一個很大的區別 什麼地方區別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其實下方會跟你說明 search函數其實好像做法都一模一樣 你可以比較一下 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呢 search大小寫視為相同 如果你用fine的話 它這邊會跟你講說 它的大小寫怎麼樣 區分 意思就是如果你用fine函數 假設說裡面有英文字 它會區分大小寫 如果search的話 它大小寫不區分 大概差別在這裡 OK 不過以我們這一題來看 其實你用fine用search都可以 為什麼 因為這裡面沒有英文 只有中文 所以第一個 那fine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問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說fine test 請問一下你要找什麼 那我要找前掛號的位置 所以你直接在這邊輸出一個前掛號位置 OK 第二個的話 within test 那你要到哪個儲存格 或者說你要在哪一個字串裡面幫你找 那我就找A3好了 那特別主要你練習的時候 請各位以第三列為主 因為第二列裡面沒有刮乎 做起來可能沒有東西 OK 所以我建議是先用A3當成基準 請你在A3儲存格裡面幫我找找看 有沒有前掛號的這個字 如果有告訴我在第幾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你的結果 它會顯示在這邊的下方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邊有3 這個3的數字意思就是說 它會在第三個字找到了 找到了 在第三個字是前掛號 OK 那這樣的話我按個確定 它就顯示出來 那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它本身是有掛號的 它一樣會顯示出在哪一個位置找到前掛號 可是如果說裡面沒有刮乎 它會顯示出一個錯誤訊息 錯誤訊息如果緊開頭的話 這邊實際上就是一個Lumper 就是反正你在Excel裡面看到 只要是緊開頭的都是所謂的錯誤 那錯誤怎麼辦 這個地方的話你可能要把它去掉 要怎麼去掉待會再來講 那這邊一樣把它向上填滿 OK 所以前刮乎做完之後的話 那一樣第一欄的話 請各位自己再打一下 那個後刮乎的位置 那後刮乎的位置的話 實際上 最簡單的方法可以拿這個公式 你把它複製一下 選舉這個公式複製 複製完之後取消 OK 一定要取消 如果你不取消 你在點別的地方會出錯 再把它貼到什麼呢 貼到13儲存格上面 這邊的話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前刮乎改成後刮乎 OK 後刮乎 然後打個勾 OK 打勾之後的話 一樣 我們把它向上填滿 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這個是前刮乎的位置 這個是後刮乎的位置 那我們再來第三個步驟的話 當然就怎麼樣 把那個刮乎裡面的字幫我切割出來 所以怎麼樣切割它呢 上次上課有提到有一個是叫做 也是文字函數裡面 如果你要抓的位置 你可以用middle函數 middle 因為這個刮乎 它的位置是在一個文字的中間 它並不是在左邊也不是在右邊 所以我們用middle mid的函數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它一樣會跟我要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請問一下你要切割的文字在哪裡 那我就是找A3給它 第二個問題是star number 從哪一個字開始 應該是從前刮乎的位置 但是我前刮乎不要啊 所以怎麼辦呢 把它加1就可以了 加1 這個加1是說 我要從第四個字開始 所以第三 那再來的話你要幾個字 就是從後刮乎的位置 減掉前刮乎的位置 後刮乎的位置在這裡 從到這邊為止 然後再算到前面 後刮乎的位置 可是再算到前刮乎 前刮乎位置又多一個 所以記得 最後呢 你這邊會顯示出第三屆冠軍有個刮乎 記得怎麼樣 把這個多餘的字串 再減1 OK 你會發現第三屆冠軍就幫我切割出來了 那我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注意喔 這應該可以看懂嗎 這上次有講到MID 這個MID非常的重要 以後如果你要拿 就是出現個某部分的資料 最常用到的一定是MID MID的函數 那我們從哪個字 從前刮乎加一個字 要多少個字 多少個字呢 就是後刮乎 減前刮乎的位置 再減掉一個 因為前刮乎的位置 必須向後再挪一個 不然會多一個字出來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那你把它向下 再把它向上好了 一樣填滿就這樣向上 OK 那你會發現呢 它很快的怎麼樣 幫我把那個結果給做出來了 OK 那你可以看到呢 當然理論上呢 這邊已經大致上 已經幫我把刮乎做出來了 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裡面如果沒有那個刮乎 它會出現有一個 這個緊Value的錯誤 可是這個緊Value的錯誤呢 可是感覺好像就是多一個這個東西 就覺得好像事情沒做完 那怎麼辦呢 那舊同學可能比較想不到方法 他就什麼 直接用Delete 一個一個慢慢Delete 不過還是好像感覺你事情好像我做了 但是好像也是做一半 跟各位講 如果你要去除那個錯誤的話 G欄這邊可以再打一個 叫去除 去除那個錯誤 那個錯誤的話呢 其實它有對應的那個什麼 對應的方法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 也許再多一個 去除那個錯誤 那個錯誤的話呢 如果你要去掉的話 記得還有一個函數 錯誤函數 不過它不在文字 它在邏輯 特別是它放在邏輯 所以今天會又延伸出去 會再多講邏輯函數 邏輯函數裡面呢 其實它的數量非常的少 你會發現要猜 2、2、4、6、7個 那其實應該很好猜啦 它一定是判斷什麼 如果發生錯誤 錯誤的單字就是 這個ER、OR 就這個L 也就是你可以找ifL ifL是什麼 如果你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如果有井開頭的這種狀況 那井開頭的狀況 其實應該各位 如果有用Essale 應該還蠻常看到的 像這邊是井Value有沒有 另外可能它是什麼井NA 應該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看過 應該有吧 NA就是找不到 Not Available 或者井開頭的像REF一堆的 那個都叫做錯誤訊息 如果你希望把那些錯誤訊息拿掉的話 記得喔 特別注意 它的方法非常簡單 1、找到邏輯函數 2、找到ifL 按確定之後 它會跟你要兩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什麼呢 請你告訴我你要判斷的資料在哪裡 那我判斷的就是F2 裡面的資料 那特別注意 如果你給它儲存格 它會怎麼做呢 它會看一下裡面有沒有錯誤訊息 就是有沒有井開頭的東西 如果有的話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Value ifL 就是裡面有錯誤的話 那我要做什麼呢 很簡單的方法就是什麼 把它清除掉 就跟我剛剛一樣 按的類似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直接輸入什麼了 沒有東西 清除 還記得吧 清除的話要輸入什麼 清除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的話就是 兩個雙引號 特別說這個很重要 其實在這裡就是清除掉的意思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清除不知道怎麼下 你空下來它不叫清除 如果清除就是兩個雙引號 意思就是沒有字的意思 OK 好 那如果這樣應該很簡單 ifL 這裡面如果錯誤的話 就幫我改成沒有東西 按個確定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Value不見了 但是如果正確的話 它會不會也幫我把它弄掉呢 下拉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不需要的去掉了 基本上就是ifL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來了 最後我們是分 1是找前刮虎 2找後刮虎 3用mid 4用ifL 會有四階段 但是做完之後 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可是我要把這個東西 放到這裡才對 好 那怎麼辦 你想說 不然就這樣 按右鍵隱藏好了 這樣對不對 哇 然後還是怪怪的 上面改一下 當然不是這樣 最後的話 你可能需要怎麼樣 請你把1234 變成一個完整的公式 不過我們按部就辦好了 請各位先把四個步驟先做完 待會兒我們再來講 把它變一個步驟 全部串在一起就完成了 那其實那個以色列裡面下公式 我覺得最處理簡單的問題還可以 但是像這種1234個步驟 你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哇那很麻煩 而且還不能串錯 串錯你最後結果有錯 變成說他只能夠在一列裡面 就一行裡面全部都要輸入 他不能有分兩行三行四行五行 那他VBA可以 所以有時候VBA反而處理複雜的事情 這個時候他就比較有優勢 我想你慢慢一寫 寫完執行就正確了 但是以色列裡面不行 以色列裡面只能寫一行 你還不能 當然你如果要像這樣 你只能隱藏欄 可是隱藏欄好像感覺 還是沒有做完的感覺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這個邏輯應該很簡單 你不用特別去理解他 你只要知道怎麼把他刮壺 放到B欄就可以 但是問題這個 這個你要分四個階段做 但是最後你要把它變一階段 那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做完 我們待會兒就來看 就是所以今天重點 因為兩個小時而已 就這樣他講很多有困難 我們剛才函數講完 再來具體再來VBA 分三種解法 那當然最快的方法還是 就把它變按鈕 按下去就OK了 對不對 但是問你那個程式怎麼寫 我們先了解函數 再了解VBA OK 試一下 請各位把這個部分看一下 另外相關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在上一次上課的講義 其實好像裡面也有 有嗎 就是在那個第29、30 如果你要找的話 應該是在29頁跟30頁裡面 29、30頁裡面 也可以找到那個 我們的這個相關的參考 29、30 日子 排名 就在0,30 、30 30 、30 以後 2、30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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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